哈喽大家好,我是Vaya,今天这期视频呢是拆快递 我今年双11没有买很多东西,就桌子上这些,然后还有几件没到的 郑州的快递实在是太慢了,我等了好久,还有几件没到 那几件我就不等了,因为我还不知道它啥时候能到呢 所以就先跟大家一起开这几件,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首先这个是我买的一个Urban Decay的眼影,买的牛郎 我当时是在纠结月光石,Bobby Ground的月光石和这个牛郎 月光石那个更通透,但是它的亮片有点密集 感觉它的亮片零零散散的,还挺好看的 一个紫色的盒子,赠品送了一只小口红,外壳就是这样的 我觉得它这个新版的包装还挺好看的,这个真的是火了很久很久很久了 但是我刚刚买,看一下它的颜色,很闪,就是这种碎钻的那种闪 我觉得我眼看起来比镜头上更好看一点 看来一只小口红,是一个棕红色的,应该也挺好看的 好轻啊,这个颜色也不错诶 这个色号不知道怎么读,反正我就记得上面写的是棕红色 赠品还有一只眼影刷,但是我看别人还有一个银色的小包,我没有诶 那这个刷杆是这种,透明的 摸起来还不错 那还送了一个,这个是一个手持化妆镜 好大呀这个镜子,比我想象中的要大,而且还是双面的 哇,送的感觉比我在网上看别人开箱,不能要好看,不太一样 这个两边的还不错,不错,不错 然后第二个,这个应该是娇蓝的东西 这是我在李佳琪直播间买的 这个是复原蜜,这个买的真的很划算 我记得不到一千块钱就买了三个正装复原蜜 然后又送了六只小样,这六只小样也是有一只正装的量 可是我扫着我们两个拼的 然后两个正装给它,我要小样和一个正装拆开看一下 就是这样一个30毫升的复原蜜 它们家复原蜜就是虽然看起来很油 但我觉得用起来还好,用起来不油 这个是我之前已经用空的一罐 小样和这个正装拿出来 把这两盒正装放进去,给我扫着 然后这个也是一个娇蓝的,这个是娇蓝的水 这个是4瓶娇蓝的水 这个是我跟我表姐我们两个拼的 我两瓶,她两瓶 这个我记得当时佳琪直播间说的到手价是990 但是我是凑各种蛮简 然后加上美妆圈,加上一个88VIP 38.300的红包,然后最后减下来 这4瓶水才866,真的超级划算 它水我觉得干皮和油皮都可以用 吸收对我来说吸收还挺快的 这个是我之前用空的一瓶 都是150毫升的 这个水的质地我觉得还挺,我还挺喜欢的 就是我觉得用起来不粘腻,而且还挺滋润 两瓶我估计就够用,我用到618了 然后看起来吧,它就没怎么活动 这个应该是我买的美瞳 这一盒都是美瞳,这是在试科网买的 所以买了有好几个牌子的 这个是可唐的,无边放空 这个颜色我买过,试科是回购的 我觉得他们家这个系列的颜色都还挺好看的 然后这个是飞行模式 然后这个拉拜师的小粉片 这个就是那种透明的 我觉得拉拜师的除了这个小粉片带着舒服 其他那种有颜色的美瞳 我觉得带着不是很舒服 我想好像跟大家说过 然后这个是Flammy的 Flammy他们家的美瞳带着还挺舒服的 而且还很划算 然后是日抛月抛和半年抛都有 他们家半年抛和日抛我都买过 我的这个颜色是奶油蜜豆卷 我这次买的全都是那种偏自然的棕色 然后还有黑色 这个是Bambi的 我不记得我之前买没买过这个牌子的了 然后这个的颜色是黎明鹤破晓余灰 这两个也是Flammy的 这两个是我买错了 我本来想买半年抛的买成月抛了 这两个的颜色是 这个的颜色是草莓可可 也是那种棕色的 然后我还有一个半年抛 他当时给我发的时候缺货了 我就让他先发这些了 然后那个还没到 这是送了两瓶护理液 然后这些都是赠品 送了两个美瞳盒 三个这种夹子 送了一包湿巾 送了一个眼罩 然后这个不知道什么东西 然后这还有一些 没用的卡片 贴纸 这个是异乡欧莱雅的面膜 安平面膜 也是在你家几直播间买的很划算 这个也是给我嫂子听的 我记得是三九 它上面说的到手价三九九五十片 但是到手 这个是我嫂子下单买的 到手应该是二百七十多块钱 反正超级的划算 这种包装呢 它里面是有十五片的 这里面是有十五片 这个面膜我还没用过 大家都说很好用 我刚好该买面膜了 然后不知道买什么 就买了这个面膜 然后这个包装的里边是有五片 赠品好像都是用这个包装来装的 这个一盒里面有 也是五片 之前在网上看到他们发的 都是这个赠品都一个盒子装一片 然后给他们家装满了 就很不环保 然后我收到的是一个盒子里边装五片 我觉得还好 这个白色包装的总共有六盒 是三十片 然后一个十五片的 再加一个五片的 总共是五十片面膜 这个应该是我买的一双鞋 买的是MLB的一个老爹鞋 这个鞋也是火了很久了 然后我才刚买 就是这样的一个鞋 我买的就是它这个米黄色 然后带一个黑镖的 就比较简单 蕾袋也是这种米黄色的 我没有买那种花的 我觉得这个简单的好看一点 我当时在纠结黑色跟白色 然后最后买了这个米白色 这个看起来好大呀 我平时是穿三八码的 但是他们家鞋偏小 所以我这个拍了一个三九码的 这家三九码的我穿刚刚好 我当时还买的时候还纠结 三八点五跟三九码的 我觉得这个鞋也挺百搭的 而且一年四季也都可以穿 我这个到手是五百零八 它原价好像是六九九 相当于便宜的 二百块钱呢也挺划算的 然后是这一箱 又是北顶的东西 其实这一箱是我向北顶的 PR小姐姐要的 因为我之前不是接了 他们家的广告吗 里面有很多茶 我就喜欢上了这个五黑茶 就是这种月发茶 里面是有黑米黑豆 桑橙黑枸杞和黑芝麻的 然后我就想着 我再跟他要几盒吧 当时还挺不好意思的 我问他能不能再给我寄几盒 我们家的喝完了 然后我又赶快说了一个 我说不行也没关系 然后他说的 他说没问题小意思 然后就给我寄了点东西 然后给我寄了三盒这个五黑茶 但真的还挺好喝的 就送你们一盒吧 然后还给我寄了很多杯子 杯定的小姐姐真的太好了 这个是一个缤分糖果杯 就是这种红色的 带一个小兔子 然后这个也是一个这种的杯子 但是大小好像不太一样 这个是500毫升的 刚刚这个应该是350毫升的 这个真的好大呀 这样刚好明年是兔年 这个是小兔子 我打算这个送给我嫂子吧 这个兔子刚好 我明年就有小侄子了 这个刚好是个兔子 就送给他吧 虽然可能他也不一定能用上 那就送给我嫂子 让我嫂子用吧 这个大的给我嫂子 小的我自己留着 然后还有一个咖啡随行杯 这个咖啡随行杯也很好看 是这种绿色的 它是不锈钢的保温杯 你可以冬天当一个保温杯 也可以当做一个咖啡杯来用 因为我自己有很多保温杯 有很多咖啡杯了 所以这个也送你们吧 跟别人装起来 想要的可以告诉我 然后这个还是一个杯子 这个杯子还带了一个小勺子 这个杯子是这种白色的 然后里面是橙色 也很好看这个杯子 这是500毫升的 然后这还有一小箱北顶的东西 这盒里面是有两盒银耳豆乳 一个是黄豆的 一个是黑豆的 因为这个每盒只有一个 所以我这个先自己留下吧 然后还有三包酱料 看起来就很好吃的样子 这个是一个乳料 这个是一个五香辣 这两个都是乳料 然后这一个是一个红烧调料 可以做红烧肉 红烧排骨什么的 应该会很好吃 我可以尝一尝 尝一尝告诉你 然后这个是我买的 这个枕头是在乐窝家坊 也是在李亚奇直播间买的 因为我们家一直用的 都是那种乳胶枕 然后现在想换 这种普通枕头用一用 就买了两个 普通的枕头 但是我买了两个呀 这好像是就给我发了一个嘛 还挺大的这个枕头 这个枕头它分低枕和中高枕 我买的是中高枕 这个枕头摸起来感觉还挺软的 它是那种说什么蚕丝枕 我在想难道要不套 那个枕头吗 说是什么对皮肤好对头发好的 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随便买个枕头 它有粉色和绿色 我买了一个粉色的还挺大一个 然后这个应该是我买的一个小化妆包了 这个之前我表姐送我朋友了一个这个化妆包 我觉得很好看而且我也是熟老虎的 我就也买了一个这个化妆包 看就是这样的一个小老虎 是不是很可爱 然后上面带一个手提的地方 它打开有分了好几个口袋 然后这里就可以装一些有水的什么洗漱用品啊 这边就可以装化妆品还挺方便的 这个小老虎真的好可爱呀 而且我觉得质量也不错 才六十多块钱 然后这个应该是一个小盘子 应该是我凑单买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小盘子 上面可以放一些甜点呀 放水果什么的就很好看 我凑单的时候喜欢买一种 买一些时候比较便宜的餐具 这个应该是二三十块钱 然后这两箱是我买的德佑的试测纸 我之前买的都是小牛鸭的那个试测纸 这次我看德佑的试测纸比较划算 就买了德佑的 还没用过这个可以试试看 这个怎么样 这个好大包啊 这个一包是有八十片的 我看测评的时候 就是对比的 这个德佑的试测纸还挺厚的 这个试测纸有点太容易破了吧 你看我给它拽出来 都已经拽成这个样子了 所以这个应该是 比较容易容易水的那种 但是有点太容易破了 这样的话擦屁股应该不太好吧 这箱也是就先不拆了 这一箱是有六包 总共买了十二包 应该到手的价格好像在八十多块钱那个样子吧 就很划算 这么快快递已经拆完了 就这几样东西 那我们今天这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应该也没有什么帮助 大家就看看拆怪替 过过瘾 对那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